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话说这日,时间定格在2024年8月26日 一个对成一粉丝而言在平常不过却又充满期待的日子 拍摄现场的日历一夜夜剥落 转眼间,这已经是第82天的心情耕耘 而我们的主角,小秋水 卧布,是成一所饰演的那个在剧中深情又复杂的角色 于是7点01分,准时迎来了她的解放时刻 蹦打出的下班仪式,想象一下 当夕阳的余晖洒满剧组的每一个角落 成一身着细服,脸上挂着那模仿佛能融化冰雪的笑容 突然间,她就像是卸下了所有的重担 双脚不自觉地离地,开始了她的下班蹦打秀 这一幕,被眼间的粉丝用镜头捕捉下来 迅速在网络上发酵,引得众人惊呼 原来成一宝宝也有这么孩子气的一面 网友们纷纷留言,这哪是下班 简直是放飞自我现场之多啊 更有搞笑评论调侃 成一这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工作在内,也要保持一颗童心 成一的松弛感哲学 随着这组下班松弛感合集的流传 大家发现,成一在镜头之外 总能以一种近乎佛系的态度面对工作的压力 无论是片场休息时的随性涂鸦 还是与工作人员间的轻松互动 都透露出一种难能可贵的自在与从容 这种松弛感,不仅让他自己保持了最佳的工作状态 也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网友们纷纷表示 成一的松弛感,简直是我们打工人学习的榜样 更有粉丝脑洞大开 提议,不如开个班吧 就叫成一失松弛感训练营 傅诗奇的欢乐日常 提到成一 就不得不提他那个让粉丝爱不适口的本名 傅诗奇 每当傅诗奇这个名字出现在评论区 总能引起一片欢声笑语 这次也不例外 粉丝们纷纷用傅诗奇的口吻调侃起他的下班蹦打 看咱们傅大少爷 下班了就开心的像个小孩子 真是磨坏了老夫的少女心啊 更有网友模仿起他的语气 哎呀 这般一上完就浑身轻松 蹦打两下 烦恼全消 这样的互动 不仅让评论区充满了乐趣 也让成一的形象更加鲜活 接地气 下班了背后的共鸣 其实 成一的下班蹦打之所以能够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 是因为他触及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那份对自由与放松的渴望 在这个快节奏 高压力的时代 能够像成一那样 在下班后彻底释放自己 享受那份简单的快乐 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状态 网友们纷纷留言分享自己的下班时刻 每次下班走出办公楼 我都感觉自己像是重获新生一样 是啊 成一的蹦打 让我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拿到工资时那种激动的心情 争议性结尾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之道 当然 在享受成一带来的欢乐与感动的同时 也有不少网友开始思考起更深层次的问题 在繁忙的工作与个人的生活之间 我们究竟该如何找到那个平衡点 有人认为 成一的下班蹦打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提醒我们要学会在忙碌之余寻找乐趣 也有人担心 这样的放松方式是否会成为逃避工作压力的借口 一时间 评论区里热闹非凡 大家各输己见 争论不休 其实 无论是成一的下班蹦打 还是我们每个人对于工作与生活的不同理解 都反映出了一个共同的追求 那就是在纷扰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宁静与快乐 或许 这就是成一用他的方式 给我们上的最生动的一刻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